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我是天天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今天的单元是一字一谈生活 要跟你分享一位常年加入亲密之旅课程团队的讲师 吴欣平,他所写的文章 健康人格123 谈到这个健康人格 你觉得什么是健康的人格呢? 健康人格有一些指标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够体察自己的情绪 接纳自己的状态 并且能够不时的鼓励自己 看到自己的长处和努力 其实天天觉得 要拥有健康的人格并不困难 不过啊,这当中 有些学问值得我们来探究 就让我们来透过吴欣平老师 所写的这篇文章 来认识什么是健康的人格呢? 让我们一起迈向幸福的人生哦! 用三个数字自我介绍 是一个很不错的破冰游戏 可以让一群陌生人 在短时间相互了解和连结 因为每一个数字 都会传递出个人的独特资讯 我就用一二三 最简单的三个数字 来自我介绍 让大家更了解我 一,我是一个越来越 享受独处的人 因为我越来越了解 接纳欣赏自己 二,我很喜欢跟人建立 一对一深入的朋友关系 三,这个数字代表 多人,团体 这些年 我常常带团队旅行 在其中不断地突破和成长 我想告诉大家 比起专业技巧 更重要的是 自己如何不断成长 成为一个人格健康的人 爱自己 有与人心连心的能力 享受团体 并且在其中不断地成长 以前独处的时候 我常常会陷入孤独自怜 有时候我会去粘人 找到可以倾诉的人 有时候我又会吸引 有需要的人 找我长时间倾诉 但更多时候 我会找各种 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把自己搞得貌似充实 但其实是充塞 而不是充实 实在找不到外在的事情时 我会沉溺于音乐 游戏阅读 就是找各种方式杀时间 掩盖和逃避自己 内心深处的孤独 论到一对一的关系 我以前似乎也很擅长 但是总有一些 不健康的成分在其中 不知不觉把别人当成神 或者自己成了别人的神 三人行或是团体就更妙了 不知不觉 总是有争静的暗流涌动 六月下旬 我回成都探望父母 参加高中同学毕业 三十五年的聚会 飞就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同学 印象中的飞 永远是运动员的短法 有一点男孩子气 拥有我当年超级羡慕 超级肚恨的体育夹击 在初中时 我俩就是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这一次飞一席长法 看起来格外柔美 我诧异地完全认不出他来 四目相投时 他的眼眶似乎红了 面对他 我好像也有一些 不知所措和犹疑 席间我刻意找机会 和飞单独交谈 跟飞谈到那个时候的争敬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公开冲突 但是那种无言的敌意 看着飞的眼睛 我向他道歉 那个时候 少年莽撞不更事 一心求胜 带给他伤害 请他原谅 仿佛隐藏在心灵深处 某一个角落的千年寒冰 那一刻开始融化 心理专家说 group is mother 团体是母亲 一个健康安全的团体 是好母亲 而一个团体 到底能成为好母亲 还是坏母亲 除了取决于团体成员 是否健康 更取决于领袖 是否健康 现实中 很难有人天生 就是健康的 原生家庭和学校团体经验 常常会影响我们 长大成人之后的 团体互动模式 幸而有盼望的是 我们一直走在 不断成长的路上 对我来说 我越来越能够 在短时间 觉察自己的情绪状态 看到自己 跟他人的互动模式 我能接纳自己 在不同团体中的 不同状态 进入陌生团体时 我依然紧张 恐慌 焦虑 局促不安 喜欢躲在角落 不想引人注目 但是进入自己 喜欢的团体 则可以非常活跃 成为很好的 团体联合计 在权柄面前 我还是可能 落入真净的陷阱 但是我可以跳出来 让自己享受 更重要的关系和友情 更重要的是 每一次失败时 我不再痛恨自己 我会接纳自己 鼓励自己 标明自己的善意 长处和努力 温柔爱自己 就可以像爱自己一样 去爱另一个人 得到越来越多的 爱与接纳 更有坚实的价值感 和安全感 亲爱的朋友 今天呢 我们分享的是 吴欣平老师 所写的文章 健康人格 一二三 他谈到了自己 生命改变的过程 从前的自己呢 很害怕寂寞 害怕孤单 常常呢 和别人比较 但是当他 生命改变了之后 他越来越能够 学习爱自己 接纳自己 尽而知 接纳别人 爱别人 不会去比较 而且懂得去成全他人 这就是健康的人格 亲爱的朋友 或许我们都不完美 但是无论 我们现在的生命状况为何 我们都还是走在这 不断成长的路上 只要走在这条路上 我们就有机会改变 这健康的人格呢 要带给我们幸福的人生 希望今天透过 吴欣平老师所写的文章 也可以带给我们 小小的启发哦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 祝你平安 下回空中再见了 拜拜 生命里能有诸多美好 一种简单快乐的需要 求助 让我能尝见你的笑 说你找我原本就已很美妙 天上的云和小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